每日一百字 歇心 读心 明星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你要懂楞言一千日 让我们一起共同学习 主题 想因模像 贪求敏感 教务 借谜 经文段落 此名 厉鬼 年老 沉默 恼乱世人 焰烛新生 去彼人体 弟子已失 巨献亡难 汝当先觉 不入轮回 迷惑不知 堕无监狱 小文 扰乱世人 难扰乱修订的人 焰烛新生 去彼人体 扰乱修到人的目的 以达焰烛新生便离去 弟子与诗 巨献亡难 可怜被魔父的人 和图众 因妖言 协行 当然难逃 王法的惩罚 辱当先觉 不入轮回 你等应当先觉察 不为所获 才不自堕入轮回 以上 萧文 恭请 建徽法师 慈悲开示 各位全球云端 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 苗董 愣言一千日 第七百八十日 我们今天要来谈 这个 历轨 就是五十音魔当中的 第五个响音魔 五十音魔 是愣言经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总结 佛陀要让我们认识 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他会遇到很多种境界 那这其中的境界 起因都是来自于 色音 受音 响音 行音 试音 这个在转化的过程中 会产生一个障害 但凡要有大成就前 就有大考验 那你的大考验是什么呢 我们会被什么 心里面的魔所障碍呢 那这里就谈到 色受想行事 那我们前面已经谈过色音 就是各式各样美好的境界出现了 身心在这些境界当中 必须要能够不被诱惑 你就可以突破 那受音呢 就是各式各样的情绪 感受 有悲 有喜 有狂 有慢 那这个就是一个情绪的一种变现 然后他不断的 不断的扩大 变成悲魔入星 狂魔入星 那如果能够突破了之后 就进入了响音 响音魔像是因为受音已经尽了 那现在心里其行如鸟出龙 这个心已经是很自在 能够成就什么呢 能够成就 从事凡身 就是现在是凡夫之身 可是却能够得到一身身 得到了这个菩萨六十圣位的一身身 水网无碍 可是问题是呢 这个人呢 还是在凡夫身 所以还有限制 那这个限制啊 就在这边呢 就会产生一个区域 就是产生一个限制 响音区域 那响音区域呢 如果能够突破 它就会超越烦恼拙 那响音的根本呢 是融通妄想 想得很合理 但是却歪了 歪楼了 歪掉了 却不知道自己歪了 所以这个问题啊 就要很小心很谨慎 那为什么会歪呢 其实心里面有一个执念 这个执念呢 来自于我们对于 修行的过程中呢 有一种贪 贪求 贪求什么 修行人想贪求什么 其实不过就是想要贪求 境界更好 修得更棒 然后呢 在修行的过程中呢 能够有更大的突破 更大的成就 所以这个贪求之心啊 就会招来一个摩考 所以啊 这里就谈哦 善胆子受因虚妙 不遭邪虑 原定发明 三魔地中心爱悬映 周流经严 贪求敏感 这里想要求感应啊 心里面呢 希望能够得到什么 得到的一个非常厉害的善知识的感应 希望蒙佛加弊 能够呢 得到什么 天魔 这个其实啊 也不是因为你真的是想要求魔来哦 你其实是想要求菩萨 希望菩萨能够给你一个很大的支持 然后呢 这个菩萨是专门为你而来的 这时候呢 你的这种贪求之心啊 虽然呢 神不知鬼不觉哦 可是却被天魔发现了 天魔厚得其变 非经妇人口说经法 那附身在某个人身上呢 他在讲经说法 他本来没有说的很好哦 就突然之间呢 变得很会说 其人先不觉知魔灼 亦言自得无上捏盘 那他自己呢 就觉得自己已经有一定的成就了 有一定的这种修行的正量 就正得无上捏盘 那他就来了 其实这个人被附身 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在讲什么 可是呢 他就会来这个求感应 求明应的这个善男子处 夫作说法 那说了之后呢 就可以让听众啊 见到其身如百千岁 心生爱染不能舍离 身为奴仆似事共酿 哇 这不得了哦 因为他就让这个求感应的善男子呢 就误认他成为什么 哎呀 他就是我的菩萨 他就是我的佛 他跟我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因缘 那我愿意成为他的奴仆 我愿意永远永世都追随于他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心生爱染 不能舍离 那我不管对这个说法的这个人 他做什么事 我都言听计从 其实是什么 是因为心生爱染 所以不管他叫我做什么 我都不觉得累 不觉得疲劳 那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一个爱灼的问题哦 所以各个令其坐下人心 知识先师本善之事 就认为这个是我的过去的老师 这是我的善之事 然后别生法爱年如娇妻 得未曾有 而且这种相应的程度 是从来没有过的 你跟很多人可能就不合了 你觉得这个老师也不懂我 我也不想理解他 那你就一直不对盘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完全是心心相应的 这是我不管讲什么 他都是非常的认同 我不管做什么 他还没有谈就已经懂了 哇 这不得了 就年如娇妻 全世界只有他最懂我了 然后这个人就迷了 迷到哪里去呢 就认为他是菩萨 我一定是跟他有殊胜的缘分 而且不是只有一生 多生累劫 就是有再来见面了 结果亲近其心的结果 这个地方就产生了一个 很危险的分野 如果你继续修行是大家都提升 那的确就是随着佛 随着菩萨 生生世世发菩提心 最后大众的解脱 但是如果你跟的是魔 你最后的结局 就是开始破坏自己所学到的律仪 破佛律仪前行贪欲 你的贪念 欲念会越来越真胜 真胜到最后 你不惜连学到的这个戒律 受持的戒律全部破光 是说大妄语 乃至于犯的杀到淫 这不得了 为什么 因为接下来这个魔 他就会开始来说什么 口中好言 我于前世与某生中先渡某人 当时是我妻妾兄弟 今来相渡与辱相随 归某世界供养某佛 所以开始来讲前世今生了 这前世我们的因缘是在哪个地方一起修行 我们的关系是什么 你是我的妻 我是你的夫 我是你的兄 你是我的弟 就是亲戚关系来了 就来认亲戚了 那今生又来了 我们过去有这么深的因缘 就是随着这个因缘又来了 缘分再续 那目的是归于某世界 我们一起还要继续在某个佛的坐下学法 好那这是听起来很有因缘 再来或者是说另外有一个殊胜的地方 叫大光明天 佛于宗著一切如来所修居地 那这个就是一个创造一个新的名词 过去也有很多这种奇怪的教会 这种教派它就会产生了很多的学说 那很多的论述 信的人真的是非常的多 而且深信不疑 他有一些奇怪的习俗 譬如说这个教主指定你们不同国家的人 可是你们两个前世是什么夫妻 所以你们这一辈子就要再结为夫妻 那两个都是信徒就觉得 这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完全听信这个教主的指派 那我就决定的就要跟他在一起 那完全是因为宗教的因素 那就是一种缘分的再续 那到底是不是对的呢 你也不清楚 比无知者信是虚狂 已失本心 你并没有判断的智慧 那刚才所说的不是佛教啊 他是一个很奇怪的新兴宗教 那这新兴宗教非常多的信徒 但是他并不知道 信徒并不知道他自己信的是很荒谬的 而且他还有一套自成系统的说法 那问题是 到底结局是什么 结局就是不知道 大家一团混乱 遗失本心 你信仰这个宗教只是为了信仰 只是疯狂的相信 并不知道他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到底合理不合理 是不是最后大家都解脱 并没有 所以这就是问题了 如果你当初是为了解脱来学法的 那你就不可以在这中间迷了路 所以遗失本心是很严重的 那这个到底是什么鬼来的呢 是哪一尊魔呢 我们这边佛陀就特别来谈 此名立鬼 那立鬼是什么 立鬼我们在前面六道轮回的地方就讲过 实习应受六交报 那立鬼的来源是 鬼道贪义为罪 世人罪毕 欲衰成行 名为立鬼 所以这是什么 就是过去 义就是过去 过去累生累劫 我希望怎样 有一种很特别的缘分 我希望前世今生 能够找到我的命中注定的那一个善之士 结果他就欲衰成行 名为立鬼 所以这立鬼他本身也有贪念 所以就跟这个 谁跟这个求法的这个善男子 结果他也有贪念 就两个贪念 就相感应 所以敏感是感应到贪心 哎呀年老沉默 恼乱世人 焰足心生去彼人体 弟子与师具现亡难 结局是什么 全部通通具现亡难 通通掉到这个亡难是什么 就是犯罪的 所以呢 就是该怎样 该正常的生活都不正常的 以宗教为名呢 妻离止善家破人亡 全部呢 都来跟随着这个命定的 这一个立鬼魔 哎呀他就觉得 这个才是我的善之士 然后完全呢 听从 那立鬼叫他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这里面呢 有没有犯法呢 有 因为他破戒了嘛 杀到淫忘 通通都有 全部都犯 你本来受的戒呢 没有一个留下 没有一条宝珠 那什么能犯的都犯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如果一旦开始跟你称兄道弟啊 你跟他是什么夫妻关系啊 那是不是就要开始继续做这一世的夫妻 那你如果呢 跟他是一个兄弟关系啊 那你就要继续绿行 这兄弟关系啊 所以呢 你就变成了 哎 你完全不知道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 全部都是呢 听信 这个所谓的 你认定的这个善之士 你以为他是菩萨嘛 所以菩萨呢 要修什么大法 他都可以在这里面 给做手脚 你也不知道 因为你没有分辨力了 你失去了本心 那 做什么呢 哎 你只是被混乱而已 脑乱而已哦 好 现在这个魔呢 哎 焰足心生去比人体啊 哎 拍拍屁股走掉了 本来是附身的 这个被附身的呢 一旦没有被附身之后 突然醒过来 哎 醒过来 他就变成普通人啊 还是一个凡夫啊 他的神力呢 不见了 哎 然后他 所犯的罪呢 留下来了 所以呢 警察要抓他啊 啊 这个 这个啊 犯法了 要被关啊 谁去关 就这个被附身的 他可以说 不是我做的 不是我说的吗 没有办法啊 因为事实上是他说的 事实上是他做的啊 然后弟子与诗 大家一起被关 所以这是问题啊 那就像是前面讲啊 这个响音 就像是一个睡着的人 他熟睡了 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结果他说了梦话 这梦话里面呢 就讲了很多 颠山导师的内容啊 刚才讲啊 你是我的太太 我是你的先生 啊 这我们过去啊 就是什么时候 在哪里有什么因缘 我们这一世 再继续修行 这修行呢 我们要回到哪一个世界 去供养哪尊佛 那你说完了哇这个人实在是太感动了 哇你就是我命中注定的那一个人 我决定要跟你走了 哎 啊接下来呢 啊 完了啊 完蛋了啊 就是已经啊 完完了啊 所以燕足新生嘛 反正已经造成乱局了啊 啊现在呢 燕足新生我就退嫁了 我离开了这个人体 哇 现在呢 这个善知识啊 他突然变成一个普通人 他什么能力都没有 甚至于连基本的谋生能力都没有 那现在怎么办 全部继续行诈骗之实 你继续再诈骗下去啊 因为你还继续装模作样嘛 你已经得到了名 得到了利 得到了财 得到了色 什么都得到了 你怎么有可能 啊 又 承认说我什么都没有 全部退还呢 当然没有啊 继续装模作样 继续行骗 所以呢 到最后的结局啊 就是巨陷亡难 不但是巨陷亡难了 而且还要怎样 堕无间欲哦 所以辱当先诀 不入轮回 迷惑不知 堕无间欲 所以一定要提高警觉啊 要有一种决性 什么叫决性呢 就是你先打预防针 叫先诀 以后遇到这种类似的情况呢 你就 有所警觉 你就不会上当啊 如果你不知道啊 你等到上当了才发现 就来不及了啊 所以迷惑不知 你跺到无间欲 还真的不知道自己怎么下去的呢 而且前面呢 还那么虔诚 是不是 虔诚有错吗 没有啊 错在哪里 错在呢 你迷惑不知啊 又没有让自己清楚 又没有让自己有智慧 没有让自己有正确的判断方式 去信仰一个宗教啊 或者是学习任何的法门 那你就跟着这个人 他说什么 你就完全不经印证 然后就觉得他就是 那没有讨论 那是不是很危险 是真的很危险 迷惑不知 跺无间欲嘛 那跺无间欲呢 这真的就是地狱啊 最严重的 没完没了 永无止境 那这是不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结局啊 那刚开始是好心修法 怎么修到最后会变成这样呢 其实就是一念贪嘛 贪心有这么严重吗 偏偏就是这么严重 所以我们就要很小心 很紧绝 免得呢 误入歧途 好 以上是今天的内容 各位师父 各位师兄 阿弥陀佛 那我是秉玉 代表第一组的学员 向师父提琴法 那我要 我今天的问题是 佛入灭后以戒为师 受戒与学戒的目的是在 持戒 如果受而不学 是懈怠放逸 如果学而不词 则是说 十数宝 那佛陀自戒的用心 即在于对佛子立下规章制度 让大众能倾心扫欲 和乐无真理 过修行生活 达成解脱的目的 但有学者研究佛学佛法讲得非常的好 那认为说 学佛不做坏事就好了 不需要受三规五戒 但是他在灵命中时 起了惭愧忏悔之心 发现虚受三规五戒才能得到解脱 那请示师父 现在很多白衣说法未能解形病重 更使人心生迷惑 有些居士甚至对外宣说 自己以明心见性 且蒙世尊招见影证 是否亦属五十阴谋或人 对身旁有这样子的朋友 我们该如何适当的提醒 或给予引导自修行正途 请师父 自卑开始阿弥陀佛 谢谢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现在最重要的观念就是 以皆为师 那你说是不是魔呢 那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标准 这个标准就是什么 就是他是不是一个学法者 是不是只是研究佛学 而不是学佛 那最重要的标准就是戒 那因为戒不是条目而已 戒是一个生活的原则 持戒是要跟生活绑在一起的 你受持戒律之后 就要依戒而行 你在生活中 时时都要不杀身 不是读戒的时候才不杀身 时时都要不偷盗 不是我受戒的时候不偷盗 你受戒当然不会偷盗 但是受戒之后 你尽行受你都不要偷盗 那再来 我不饮酒 不妄语 乃至于我不协饮 那这个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 那如果研究佛学佛法讲得很好 那却因为三规五戒不用受了 事实上五戒就是不做坏事 不做坏事就是五戒 那不受三规五戒 那却又说我就是学佛 那就是自己打嘴巴 那为什么因为他就怕我现在受了五戒 我就被绑住啊 所以是不是说只要在嘴巴讲学佛 然后你的行为不用跟着佛 因为戒一定有戒的一个原则 那最简单的三规五戒是人人都知道 人人都可受 没有一个人不能受啊 因为这是基本的做人道理嘛 那你如果说佛法讲得很好 结果你连五戒都不受 那一定有问题啊 那你一定有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搞不清楚啦 那为什么会说啊 我要受三规五戒或者不要受 其实是因为你以为 你的三规一是归一某个师父 的确有的人会这样哦 他觉得他的修行啊 境界已经高于所有 普天下的所有的修行人 他眼睛一望哦 没有一个这个法师出家人 是可以当他的老师的 因为他已经是全世界最厉害的老师 他太聪明了 那如果是这样呢 他就搞错了吧 因为我们归一 并不是归一那个人嘛 我们是归一佛 那归一法 归一生 那归一是归一佛法 那你就在研究佛学的 你还没有在归一你所研究的佛 那不是很好笑 所以这就是没研究清楚 只是把他当学问 在研究还写书 那再来呢 更严重的是什么 还宣称自己是明心见性 还有蒙世尊照见 世尊印证 有可能是梦到佛 本来梦到佛也是一个善的梦 表示你的心清静 可是梦完了呢 你去宣称这佛陀已经受寄于你了 印证于你了 那接下来做什么 那你就要看他后面 是不是把大家都带去破坏戒律 那是不是骗财骗色 乃至于名利双收 最后呢 表象是佛 其实都在做魔的事情 那魔是什么 就是五欲为乐 那你就是这些 这个什么色身香味触法 通通都没有一个放得下 你没有离欲 没有清静 你就不清静 然后贪心贪成痴 你如果遇到这种 你很容易分辨 因为你受戒 你知道标准在哪里 所以其实有些人是真的是很离谱 但是他会骗谁 骗那个无知之人 所以身边有这种朋友 如果他是你朋友 你就要好心的 你不要批评他 不要骂他 但是你要好心告诉他 我们是要有智慧的去判断 那你把这个佛法里面 正确的道理分享 那至于说他的师父怎样 他自己会判断 但是因为有时候 我已经爱上了我的师父了 我觉得他很棒很厉害 我很崇拜他 然后你去批评他的师父 他会跟你拼命 所以我们只有负责讲佛法 而不要涉及这个论 这个人是不是魔 比如说现在 我们不要把师父的 那个话拿去说 建会法师说你这种就是魔 那完蛋了 那就变成师父 会变成众使之地 所以我们自己就说 这个楞严经里面 讲的是要有这种判断 基本的就是持戒 那你至少你进了一个 有法的提醒 至于他会不会用这个方式去判断 他自有判断 我们不用帮他判断 所以这叫适当的提醒 那如果我们直接是涉及了这个人 那通常到最后的结局都是变成两边 互相对立了 那以后都没有机会度他了 纵使有一天他已经吃亏了 他也不会来找你 因为这至尊放不下了 所以最终我们还是要从这个 道理上去讲 智慧上去分辨 建立起一个正确的修行系统 就是戒定慧 所以持戒的终点是智慧 智慧的终点就是解脱 我们只要能够达到解脱 其实其他的过程 他会有一种吵架或者是分辨 都盖棺论定了 那我们就要知道这条路 还是要实修实证 否则只是嘴巴上 或者是道理上在那边分析 还是会落入一种 只是一个理上的讨论而已 那永远无法辨明 所以这是最重要的 还是要回到实修实证 好谢谢大家 师父各位师兄阿弥陀佛 第一组楼音来分享一下 十多年前 遇到一位陌生的在家南居士 刚开始听他佛言佛语的 觉得他修得很好 他自己介绍黄某某台南人 有几间道场 最近会带一位师姐 参加在家菩萨戒 问我要不要参加 因为我已受戒过了 又要上班 所以就没有参加 他会找一些有的没有 来我上班的地方 跟我聊佛法 还说院不可以乱包 他要把我以前 所发过的愿全部收掉 我还不宜有他说好 还要我去他的台北道场 帮他管理 也会用金钱诱惑我 后来发现他不对劲 又没有吃素 所以马上就疏远他了 现在读到嫩言经 五十阴魔 想阴魔尽贪求契合 想想我当时被迷惑 真的很愚痴啊 在此忏悔 分享支持感恩大众 不失慈悲欢喜阿弥陀佛 谢谢荣音 那个基本上院 你发了之后 你不用收回 你也没办法收回 然后所以呢 他能够把你收回呢 那是你以为他能收回 他其实没有办法收回你的愿 那现在学法了之后 你就继续发愿 不用担心 那过去种种 譬如昨日死 以后种种 你就受了菩萨剑 你就在发广大的愿 你就会超越以前的无知 然后越来越清楚 所以不用担心 自己会不会被磨控制 或者是被限制 我们学法了之后就知道 其实一切都是随自己的心 你要走到哪里 没有人能阻止你 你如果不要走去哪里 也没有人能够强迫你 那这样子你就知道 原来都是要回到自己的心来做主 那这才是正确的学法 好 谢谢柔音的分享